被封為最索麻麻的黎明舊愛 兼是已故樂壇教父大師聰女戴穩慧 10月底剛55歲生日 動靈有術和少女沒有什麼分別 她去到餐廳慶生時 還被誤以為只有20出頭 年初她自爆已移居杭州 還曾拍片分享當地的生活 好舒適寫意 她又曾曬出杭州的家 純白色的簡約設計 相當闊落 而她近日還興奮地說 自己終於正式成為杭州人 領取了杭州的居住證 無線視帝陳山聰近日身處深圳拍攝新劇 以前有網民在深圳偶遇陳山聰 但就在社交平台發文指陳山聰耍大牌 該網民說熱情打招呼當沒看見 走到更前禮貌求問能否合照 繼續裝沒聽見 由身旁助手拒絕 全情懶念 目中無人 不少網民都力撐陳山聰 認為她當時正在拍劇不方便 也有人表示曾經偶遇陳山聰 大讚對方熱情有禮 並直斥該網民小提大做 認為是道德綁架 而陳山聰本人原來也有關注事件 她更親自出面回應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大譜 要跟誰道歉 我在門外等候了兩小時才能拍攝 震敵不好意思了 有網民回覆陳山聰說 就是一個網友沒跟你合照到發的一個抱怨 而陳山聰就回覆說 我明白了 如果是我也會抱怨的 下次再叫我拍吧 非常大方感回應 二故賭王何鴻生私房姊姊何有君 和內地名模系夢瑤在2019年結婚 童年生了大兒子 2021年宣布小女出生 日前是小女兩歲生日 是夢瑤在社交平台曬出全家為娘女慶生的尾招 生日派對以寵物小精靈為主題 不但精心佈置現場 還邀請了不少親友參加生日會 非常熱鬧 網民紛紛留言祝福 但亦有人提出質疑 事緣是夢瑤兒子在上個月生日 是夢瑤和何有君都沒有分享 任何與兒子生日相關的消息 有網民留言說兒子生日都要出相 說哥哥會吃醋的 似乎是提醒是夢瑤不好偏心 但是夢瑤就回覆 還好他沒有小紅書 又密化解誤會 馬國明在今年將會迎娶女友湯樂文 將新娘靚湯近月都積極籌備婚禮 還成功減肥20磅 回復最佳狀態的他 日前透露 海外婚禮會在聖誕節前 在亞爾大地方舉行 而今日他又釋出一輯 自己與一群姐妹團 去到韓國拍攝的 告別單身派對照 相片裡見到 今次的姐妹團 是以圈外好友為主 而妹妹湯樂瑤也在其中 而穿著白色西裝的湯樂文 就主力帶美腿 甜美的笑容充滿著幸福的感覺 孫維雪宣布 和無線結束18年賓主關係之後 近日出席活動 透露反而多了工作 是多了很多的 我這件事我都想不到 就是有些意料之外 因為真的一些新聞出來了 那兩天是有點誇張 我都很開心 但是希望盡量接到 跟無線的關係 大家和平地結束 其實都沒有辦法 是 然後和平 因為 在這間公司都18年 台前幕後他們都很疼我 說真的要走 我都是有少少不捨得 特別是不捨得瑞惟哥 因為外回家裡面的角色 還有很多網民他們都表示 說很不捨得 所以我都是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人生都要剪開一生一葉 還有自己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都不想失去他們的成長 很多人都說我很突然 但其實我也考慮了 幾...兩年? 兩三年? 對啦 那時候懲罰 大家都說 不如生完再談 但是生完之後 真的發覺 真的很多事情要搞 原來兩個小朋友 真的不容易 三十歲的陳詩欣 早前和她丈夫去澳洲旅行 還大解放 穿超級V的年輕裙 晉顯女飲味 有網民大讚陳詩欣好美女 還說她是三十歲的自索人妻 以下還有兩位 都是三十歲的人妻女性 余香瑩剛剛生完第二胎 在公布第二胎的時候 她身形依然是fit爆 她之前生完第一胎 完全沒有影響到身材 相信生完第二胎 都很快就恢復最佳狀態 趙詠謠在2020年 生了兒子之後 極速修身 恢復產前的狀態 亦都不時在社交網鋪上 帶完美的體態 吸引了大量的粉絲讚好 大家又覺得 她們誰是最美的三十歲人妻呢? 早安 大家 今次是我第四次的模組 在法國 早就要走上學 今次住遠一點 我覺得走這段時間 對於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44歲的廖冰儀近年淡出幕前 而且回歸學生身份 在法國著名的工商管理學院讀書 近日她拍片分享在當地讀書的情況 又跟同學合照 但網民就說鏡頭抖動得很厲害 而且充斥著喘氣的聲音 有網民都勸她要好好留意 之後她又跟外籍的學生親密合照 而只是身任的男朋友 不再同富豪傳出匪問 李嘉欣一直在網上和大家分享的 都是很雄雄華貴的相片 但這日李嘉欣的健身教練 分享了李嘉欣在健身室的相片 相中李嘉欣頭戴鴨嘴帽 身穿白色衣衣站在健身室櫃前 看她的樣子像是剛剛做完運動在喘氣 雖然相片裡的李嘉欣和平日大美人形象很不同 不過網民都仍然稱她是華夏五千年最美的女人 事實上李嘉欣今年已經52歲 但她的狀態依然是大美人 2004年落選港者鄧惠琪 在2011年和富商施榮欣結婚 生了兩兒一女 施榮欣是前全國政協委員施子青的拉仔 曾經創立香港精英會和百人基金 和世界電展大王繼右銘的女兒繼艷利有過一段婚姻 不過幾年之後兩個人離婚收場 近年鄧惠琪活躍在社交界 更日和大美人光之林一起合照 可以見到她們都保養得宜 以鄧惠琪和當年選港者那時相比 更加是顏值大躍進 大晚女神林明禎 近年人氣急升密密接觸 日前林明禎以活動大使身份 去到沙田馬場出席活動 穿著粉紅色露腰緊身長裙的她 大曬好身材 可愛又性感 不過有網民就在社交平台 撒出了一系列當日活動的相片 近鏡之下的林明禎似乎硬直大跌窩 有不少網民認為 近鏡之下的她明顯圓潤不少 濕發造型顯得有點油膩 腰間還擠了醉肉 昔日的小蠻腰完全消失 亦都有人認為只是造型出事 現年30歲的鄧佩儀 奪得2013年華者冠軍後入行 但無線的10年歲月發展只是一般 一直都未有代表作 踏入30歲亦要考慮自己未來 還要決定請假重返校園 到加拿大修讀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以及修讀有關電影製作的課程 畢業後表示會留在當地 變相淡出娛樂圈 網民大感可惜 近日她分享自己親手裝嵌家具 又懂得用電鑽 在外國生活全部親力親為 被稱是女漢子 非常厲害